好,接著下一套 這套,剛開始我們覺得這套是吹奏的動畫 誰說的? 新回的時候我已經不覺得這套是吹奏系的 這個就是春月夏事件簿 在華明事件簿是吹奏系的 純粹是他們那兩位主角進入吹奏部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剛開始我有一個期望 這套為何要把吹奏和吹奏合在一起呢? 怎樣合在一起才是我們的重點 但聽了很失望 其實這套,只要老師進入圍棋部 兩位主角進入圍棋部 老師進入圍棋部 老師進入圍棋部 兩位主角進入圍棋部 兩位主角進入圍棋部 其實吹奏部這件事 要不要都沒有所謂 什麼學部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沒錯 純粹就是他們剛好的老師就在那個圍棋部 你突出不了重點 他混互不了重點 他又很想做一些推理的元素出來 他又很想做一些音樂的元素出來 但兩樣東西是合不來的 音樂元素這件事不用說 其實練習這件事 有些過場動畫 吹兩吹就算了 然後就有彈奏可能 吹兩吹 尤其之前我們看《驚石》那一套 我們對吹奏錄的動畫 這類型的形態 你意思是上等音樂 對,我們可以在其狂度 你只要吹一首完整的樂曲表演出來 可以買CD也有 我們已經不用看了 我們先聽吧 好了,早推你了 嘩,這件事很厲害 我們新花都說過 這位主角是一個兇手 他自己創造案件 都自己出去做偵探 不是,他有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踢別人入會 其實這件事是很矛盾的 既然他想過老師的時候 他應該阻止別人入會 不是 他要降低這些人 對老師的追求 不是,他說過 他要成就老師的夢想 老師想要學生做一段時間 給他自揮 他參加這個大賽 不記得了 現在不夠人 所以你踢別人入會 所以踢別人入會之後 這個動畫已經改變了 男主角不想就踢別人入去了 學生變得很和平 沒有事件 不是,有事件的 其實你會看到很特別的是 如果這個事件 跟老師有關 男主角會立刻很中取地去解決 沒有關係的時候 就靠女主角 扔著男主角去解決 你會看到很特別的這件事 跟著還有一個很神奇的 就是 有些推理其實很簡單 你要問我 我給你一個答案 其實嚴格來說 我覺得這些事件 平均來說 就是一閘一個事件 可能長一點的事件 就是兩閘一個事件 但是呢 但是你說推理完數嗎 我覺得這件事 是誰做得好一點的 就是他那些元素上面 就是推理上面 他這個就是流於 很表面的 有件事件發生 然後男主角突然間 就有些自圍繞去 想到那件事的結局是怎樣 立刻就說回那件事出來 其實這件事不算推理 他不是想 要看劇本 我怕有一集很厲害的 又有個畫家畫了三幅畫出來 三幅畫的天空是不同顏色的 然後我們看完之後 不知道 畢加索愛迪生 他用不同顏色 可能有些心情的 他們說得好像很認真 為何天空要是哪個顏色 天空沒有來回這個顏色 喂 藝術這件事 你是說的嗎 就是你推理到 發覺 因為他當時看到那些顏色 那些化學物品 你看劇本嗎 你瘋的 你瘋的 不是 這些事真的要查回歷史上 再推理才是 可能 不是 實際上你看到這幅畫 最多你會覺得 這個藝術家 用一些顏色很特別 你不會想到很複雜的東西 不是 你要知道這個藝術家 只是說一些正在發生的事情 就不會說一些超戰 比如說好像畢加索 自己在自己腦內裡的圖 他不會說這些圖 你要確認這件事 你才可以肯定 那個才是答案 就是他給了一些畫畫生的圖 如果他的圖也是這個樣子 你怎麼推理 他都是風格 你出去不像 然後 老師看得出來 我明白 因為老師是一個年代回來的 他見過這個戰爭 阿山你幾歲 你又知道這些化學物品 你又知道 他穿越回來的 看劇本 真的 我覺得這張很奇怪 然後一段後面 他們出了大賽 不見老師出去找人 這隻狗 然後兩個狗主 就覺得我們真的是狗主 然後最後推理 拿拍鏡子出來 是這樣的意思 這樣的話我也看得出來 那是不是我可以扮個狗主 先 我覺得那些事件有點無聊 就是他對自己的學部 又沒有什麼進展 又不是踢過女生入部 純粹就是出去解決這件事 又對他們的部 又沒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有些 有一個記者旁邊 如果你解決這件事件 我看了一些興趣 我就會放過你們 類似這些情況 就是 你什麼事 那些記者是什麼事 我不需要你報告 我又沒有把病在你手上 剛開始說 你們學生的記者 什麼都不要說 走人 突然 搞定了 你搞什麼 搞到自己遲到 這件事也是多餘的 就是他為一件事 搞一件事出來而搞 我說 這些問題 你打電話 叫警察過來搞定 你回到學校就算了 是不是 不可以否認 某幾集上 如果你只看一個小故事 是OK的 但是他這麼多故事 加起來 對學部又沒有什麼幫助 結果他 他結果也是 純粹是拿到同獎 又不是拿金獎 又不是對他老師 有什麼禮物送給他 送了金獎 這件事也是做不到的 他變成一個故事 整套動畫 就變成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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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霍心的 看見他有心機 噢 你也是聽過這節目的 我爆心機 那一集應該是找個鼓手 是的 鼓手 但是我爆心機知道 你聽那個節目 我爆電視機 不知道要看什麼台 大哥 你催的 真的覺得很奇怪 而且你知道他進那個台 解決了這件事 其實那件事不關他事 就是因為老人家倒閉了 我沒事做 所以回到打鼓 這件事沒有關係 他又不是解決心結 他沒有義務幫你打鼓 即是你前面幾集都可以解決心結 他之前可能不想吹下去 他拒絕吹 你解決了心結問題 但這個有關係 這件事是有關係的 他這個是家的原因 其實你解不解這件事 不是 你解決家的原因 不代表他要入部 難道是報恩 報恩 沒有人說報恩 你不是跟他講 我幫你解決了心結 你下入我部 他沒有說過這件事 純粹就是幫他解決了 然後突然他就入部 這件事就是前文不對後 الله 最好在有集 有個叫馬倫 馬倫的人 解決了一件事情 下一集他說到 多一些女學生 因為喜歡馬倫 這個字 就是說 有些學生 心得不准是因為扣子 不是他們不足的 他用這方法 比如說 阿昆韓未能入部 有些女生看見男子 那就入部了 然後飛一飛 經歷了很多人出來 然後就完了 然後女主角又說要做淑女 要做吹長笛 然後又好像完了一件事 他好像沒有一件事也有 不是吹長笛 你又不是看到他有什麼成長 OP看到他在家裡練習會 跟一隻貓有隻貓的活動 那動畫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我覺得動畫很貪心 他又想做推力演奏 又想做音樂元素 兩件事都好像兩頭都不到我 我覺得這套動畫其實是一套半成品 他又不像冰果那樣 完全是推理 又不像上低音部那樣 我要取得一個比賽的好成績 去訓練成 兩邊是不到我 因為低音部那裡 你現在一個女主角真的好努力練習去吹 他又說自己不吹不行 要努力練習 但是他有空去 他有說到他女主角是一個天才 他做什麼都OK 但是他沒有試過吹奏這件事 所以在這個學校裡 就是入街入了吹奏 我看到林去比賽的時候 他都出得不太好 他好像說不知道 什麼東西弄傷了手 還是什麼 那個表現不好 所以這套東西就是推理 說我很失望 吹奏的時間 基本上沒有 基本上沒有 幾乎都沒有 但是達到什麼理想 什麼目標 會不會獲得金獎 又不是 最後的結果都是獲得同獎 其實一開始我看到 《廣心》那一集 因為有男主打過陣電 說我很喜歡老師 如果老師喜歡了其他人 我會準備對人 我覺得結局會不會 我不知道是什麼 謝謝廣心 我看結局會不會 如果你結局 是做到男主角隊 到男主角 我立刻支持你 又怎樣 但你不是 很和平的 不要提到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 我看到一半的時候 已經出結尾了 幹什麼 他把結尾插在中間 然後播放歌曲 我覺得這樣的編排 也是很奇怪 這個沒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老師說 我教這個 然後我會離開 我沒有說過 他沒有說過 他說有人來找他 想畫他 去做指揮 但是他到動畫 完整套了 他都沒有指示 說他會離開 都沒有說過這件事 那你帶這個劇情出來 做什麼 沒用的 下跪 如果老師離開 那男主角 會不會過動跟上去 如果做出來 我不介意 我立刻轉學 我立刻去那邊 有問題 你這樣做就OK 但你這樣做完之後 他跟之前說到 老師突然間 沒有做指揮 放棄了 他又沒有說到那件事 有些背景交代得不清楚 腹筆報了出來 又沒有解決 我覺得 這個故事到最後 這樣收尾 我覺得是有點零碎 很多東西都交代不存 這些東西交代不足 因為他這裡 很少交代吹奏樂部 是做什麼的 結果他結果 是選了吹奏樂部 這條線去結束 結果他很奇怪 所以你覺得 用病嬌線叫做 你究竟是想做耳櫃 還是究竟是怎樣 是圓著問題 還是怎樣 其實是圓著問題 應該沒有第二季 我記得這套東西有圓著 有少許圓著 我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是會不會關原著事 儘管看下去會不會有耳櫃 希望 但我不期待 耳櫃會殺了女主角呢 水師我感覺到 不是她沒有做分數 對了 我發現女同學 這位女主角死了 我們聽到有空手誰 聽完之後當然 推給大家做空手 我不是空手 還有她的角色都不吸引 不立體 她的角色過場 咬了人家就可以了 你幹嘛不關我的事 是不是 但有些小故事 譬如說有些 我記得有一套 是為了在戲劇部 做過即場表演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但只要以小故事來看 不是以推理故事來看 好,我們到下一集